第一次來HackerSong 早上其實很緊張 所以這次做了一些介紹 也沒有說做的很夠 總之我先講 第一個我們其實有一個WARIAGO的網站 那做這件事情就一個環保團體 我在環境資金協會服務 出發點很清楚 因為我們買一罐瓶裝水 那個塑膠的那個寶特皮 至少要耗掉大概四五公升的水 它在製造那個塑膠皮 就要耗掉這麼多 所以我們喝了一個大概500 就是500cc這樣的一個瓶裝水 但是卻耗掉了它的六七倍 那這是一個浪費水資源的事情 而且多了一個塑膠皮 那這些塑膠皮還有包含瓶蓋 大家常常忘記瓶蓋是可以回收 但是它丟到垃圾的過程裡面 可能會被海洋生物給吃掉 大家開始問你 邁運說最近有很多那樣的照片 那所以這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所以呢 就像我現在講的這麼囉嗦 這個網頁它一打開來就是 好想要跟大家講 大家請自己帶水杯 但是就一個使用的角度來講 就一個使用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們經過了一年多的討論 其實覺得它應該就是很簡單 讓它出現 第一個 就是這兩個icon 因為對於這整個運動或行動來講 要嘛我就知道我附近 有什麼飲水機是可以讓我去喝水 那另外呢 當然在這個初期的過程 我們也很希望使用者 也就是說需要喝水的人 也可以一起參與 他可以一起來幫忙飆飲水機 或者有很多的私人店家 因為我們華人的文化 有那個鳳茶的文化 所以他們想要加進來 就店面他也可以來提供 這個免費飲用水 那這個就是今天 因為我們資料都放在 這個Github上面 所以剛剛很感謝就是 有一個天使 有一個天使來協助我們 那個冠軍 那但是因為Github那個需要Update 更新才會看到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終於完成了這一件事情 所以謝謝 然後呢 我們還有 這麼多的願望在上面 就是整個事情 包括水點回報的 時間的格式啊 這些選單 或者是資料的呈現 判斷 等等等等 那其實我們也希望能夠 終極我們還在考慮啦 因為說人都建議我們要有一個APP 那所以這個事情也是 我們還在努力 在這邊許願 那也很高興 還有因為那個賴玉雲 好玉雲他也好像有被我們所吸引的 那後續我們會再努力 因為早上其實 啊 要不是有上官 還有那個伊地伯露他們的幫忙 我就覺得 我坐在那邊好像都沒人要理我 那根據G0V的精神 叫做自己挖的洞自己跳 所以我開始很悲情的打開了JavaScript教學 我已經看到了初級教學的那個物件 當我看完這個之後 我發現天柱自柱者 所以很多人開始跟我講說 要學會JavaScript呢 嗯嗯嗯嗯 就講了一大堆之後 他們就跳坑了 謝謝 OK 謝謝各位 也歡迎各位後續 我們在臉書上 有一個 飲水地圖的社群 也為了今天的事情 我剛剛打開了 Slack 後續我們會盡量來用這些工具 謝謝 好 謝謝瑞冰大哥的真情分享 那阿九 再下一位是 呃紫龍 阿九要跟我們